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 深夜不要看 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來到哪裡 市里夜市 每個觀光客來台北 幾乎都會來市里 然後大家來市里夜市 想得到就是那幾個東西 雞排嗎 雞排啊 然後頭肉捲啊 大腸包小腸 今天製作單位要帶我們去吃 內行人口袋名單 But 沒有那麼簡單 怎麼說 他說他有個小任務 我不對啦 想要吃到美食可不是那麼簡單 兩位主持人各抽一個店家提示 依照提示前往店家 最快抵達就可以享用美食 最慢的可就NO SU 囉 那這筒子真的是過年 真的很過年氣息 鼠來寶 好的 裡面有兩隻 剪刀石頭布 贏了 贏了 好了那你先戳好了 我今天出師有力 我絕對會贏的 我也會贏 走拍 因為剛剛我猜拳先贏 走拍啊 讓你走 是什麼啦 是這隻雞 他在拍照 太簡單了 雞排 那我知道有一間雞排我很常吃 是不是那間 我們去看看那間是不是 Let's go 只是我的情緒是電影 旁邊這個東西就是一隻藍色的鳥啊 是藍鳥啊 所以是什麼 什麼 藍 鳥 欸真的有一部電影叫藍鳥 藍鳥電影什麼東西 過去過去看是不是那一間好了 說不定是 欸怎麼辦好像沒有LOGO耶 是不是不是這間啊 不是這間那 那還有哪一間 是靈人 都會來這邊看 所以是戲院 我看一下戲院 然後 雞排 應該是這附近有電影院吧 陽明戲院在這附近嗎 210公尺算在這附近 所以應該是在 陽明戲院 陽明戲院七排 有可能是那間 好 那我們現在過去那邊好了 這裡吧 欸 陽明戲院在這耶 喔 我居然 我走到了耶 這裡是陽明戲院 我走來這邊這麼多次 我不知道陽明戲院在這耶 欸它前面有一個雞排兩個字 我覺得它應該 在這 欸沒有人耶 起司馬鈴薯 欸快點 我明白了 我找到 老闆娘 我是不是第一個 他在家 啊 你找過頭 你要認LOGO啊 我這樣不是有LOGO嗎 我剛都在Google看陽明戲院在這 那一隻藍色的鳥啊 這個啊 喔 喔 你真的這麼笨的耶 老闆娘 你看 這雞排那麼大 欸 欸 好香喔 我先吃雞排好了 你幫我拿著好了 我還要幫你拿 他沒事做 啊你輸耶 他的雞排 很大塊耶 比你的臉還要大耶 沒有我臉還是比他大一點啊 欸你居居比較寬 我吃了啊 好好吃喔 我 我沒有說 哎 走開啦 他的醬真的有點甜甜的 因為他的皮是屬於脆脆硬硬的 他們沒有用什麼麵包粉 然後跟沒有用任何的那種 外面有粉狀 它是直接是薑 它薑裹一裹 然後就丟下去 炸鍋 你看雞翅 我很喜歡吃雞翅 不要在我面前晃 它拍起來很好吃 雞翅跟雞排吃起來不太愛 他雞翅重點是他的皮 很脆 而且我覺得老闆娘 他們的醬真的很厲害 因為老闆說他們獨自 獨家自己製作的 他們家雞翅跟雞排啊 都是非常的juicy 然後醬又好吃 然後又可以來補特 內行人才會知道的雞翅店 好滿足喔 我充滿期待第二間我會贏的 我希望妳會贏 剪刀 石頭 布 好 分頭進行 第二間我會贏 來 臉被拉開 捏臉 然後 五六七八八 八百 捏臉 點主了耶 Google地圖 欸我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還是其實它是 五嘛 然後三個一百 所以是五百扣三百變兩百 所以是什麼兩百 捏臉頰兩百 我好像找到了 福德嘛 大東百八 各位觀眾 這一關 我相信它們應該也會很久 我們慢慢走 拉喔 是拉嗎 就是往外拉 拉臉 拉麵嗎 拉麵 八百 百八龍拉麵對不對 百八龍拉麵 牙應該還沒到看一下 欸這邊啊 我走錯路嗎 圓環 我走錯路嗎 沒有拔 好久喔 我肚子好餓喔 不太久 喂喂 你們在哪 嗨 我在逛街 你在逛街 趕快來 趕快來 好像我等了二十分鐘 我的雞孩都消化完了耶 我找不到 喔妳很弱耶 不要吵啦 快靠近找到好不好 好啦妳快一點 我等很久啦 走開啦 很煩耶 贏了就贏了 還要在那邊打電話問人家 怎麼會有中人啊 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我走錯路嗎 欸 好久耶 狹路相逢 我都尿完一泡尿然後走過來了 想換掉這個猝死嗎 我都上完廁所走過來 拉麵啊 你看麵嘛 臉 然後八百 它叫百八啊 這裡也不會 笨成這樣 好啦 我就過年的 我法外開恩 法外開恩是怎樣 就是我讓妳吃一碗 你選一個好了 妳先吃看妳的臀骨 剛剛我問一下老闆 因為老闆他們家 每天限量一百萬 我在攪拌的時候 我其實就一直聞到那個辣椒的味道 因為客人就一直想 然後買他們家的辣醬 欸 各位願望成真了 老闆他們家有在賣 大家吃一口 它的湯頭非常濃郁 就是它的麵條啊 是真的跟湯頭有入味的 搭到很入味 好我現在來吃一下叉燒 聽說叉燒也是非常的厲害 它顏色其實都一般我們平常吃的不太一樣 很紮實 光看那個厚度 它是非常的厚耶 老闆他們家上到其實很費工 他先煮過 煮過完之後再煮過 煮過完之後它再冰鎮 冰鎮完就再散烤 反正就是費的動作很多更深 然後才會產生出 這麼好吃的叉燒點 因為我的是蘸麵 然後蘸這個魚介系這個蘸醬 欸妳自己看它的麵 其實很Q彈耶 妳看 喔是很彈耶 因為老闆他們家的麵啊 他們是用北海中過來那種麵粉 然後自己去做的拉麵 然後它這個醬汁也是 老闆說它加了很多香菇 洋蔥 馬鈴薯什麼 至少快十種嘛 嗯 然後全部用成泥 它真的是一個日月精華的概念 然後配成一口叉燒 幸福 過年就在這邊吃麵 好啦妳趕快多吃幾回 我要把下一家妳沒辦法吃 我跟妳講我讓妳先抽好了 好我抽了 拿走 我相信這一局我會贏 最後一局 什麼啦 東邊 很大的東邊 1547 1547會是一個年代嗎 欸 欸我跟妳講天助我演 我跟你講我現在可以直接說 小丁章最喜歡吃什麼 就是銅鑼燒 這個會不會太簡單 那我Google一下 大東士林夜市 大東 這條是不是叫大東路 大東路對不對 1547是 我不管 我要先順的這樣往裡面走 我猜直接應該在裡面 因為這條路 到底也沒什麼東西了 啊我知道了 可能要問那種 老店家 待很久那種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 你們知道 士林夜市有什麼是在賣銅鑼燒的嗎 我找看看呢 找在裡面是不是 往那邊嗎 15隻 15隻47號 銅鑼燒 是嗎 我覺得好像蠻合理的耶 老闆不好意思 請問這附近有銅鑼燒店嗎 裡面喔 好謝謝 我看到燈籠了 我找到了 我居然贏了 老闆 我要先躲起來 等一下他來了 你要跟他說我還沒有來喔 好沒問題 他等一下一定會很轉 然後他就會笑我 就說什麼 我連輸三場什麼的 沒有 這次是我贏了 欸 俠路相逢嗎 等一下 你等一下 可惡 你們該不會爆了吧 所以銅鑼燒在哪裡啊 幫我告訴你 自己去找耶 老闆 你有銅鑼燒嗎 你跟我換得超一個老闆 銅鑼燒 很好這個是鬆餅 我想要先吃鬆餅 好那我幫你拿一下這個 你是不是等一下又會把脖子倒一口 我真的是奶油的 然後我給你紅豆的 欸他的造型很特別耶 老闆說因為他這個是 他們阿伯那邊 去日本 日本 真的是去日本學的 然後學回來 跟爸爸一起做 所以他這個是日式正統的日式鬆餅 好好吃 那我來吃一下紅豆 然後你看 線很多 你看 很好吃嗎 他紅豆很紮實 為什麼要那麼小吃 為什麼要那麼小吃 而且他紅豆很綿密 餡料很多耶 除了他現在好喜歡 他最好吃的是他那個冰淇淋 真的 超Q 我好喜歡吃 我想吃這種很Q的東西 老闆說啊 他們家是開了40年的 然後都是這種攤位 然後其實他們有換地方 網路上很多人說 找不到老闆他們這家 然後你知道怎麼認的嗎 因為銅鑼燒有很多間嘛 是我們現在吃的這個 因為突然這樣經過 這不是我的記憶嗎 我的童年回憶 不過真的是這間 他童鑼燒也是很厲害耶 一開始我在吃這個鬆餅的時候 我以為 他會跟銅鑼燒是一樣的餅皮 可是他完全是不一樣的 很鬆軟的 對不對 可是他就是 不會很空喔 完全扎扎實實是 你為什麼沒有溜 我是說他們的一口 我覺得 其實我們介紹這三間都很厲害 內行的人都知道 對 就是你平常不會想到說 我要去夜市吃這個 吃完粘粘飯以後 就可以出來逛夜市 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